什麼叫做補體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藥 那收藥 是一個欺負的 它可能會說 骰子六個點 六個面 那我們裡面 假設是公平的 那我們就 會認為說這個骰子 能出現裡面的機會 這個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 這個假設會不會 那骰子你可以說它是公平的 那同伴你可以說它是公平的 那如果寡規你覺得是公平的 公平的 那寡規的那個規正面 和反面的機會你覺得一樣嗎 對啊 不一樣 它長相不一樣 等一下 駭規跟靠規 到底哪一個機會比較大 駭規 你有什麼樣的理論 會不會秀規 小道還是靠規小道 對 我來說 如果他在秀規 只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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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就說 假如你只有一個規 對不對 那 正面和反面 我不知道到底 到底哪一個教道 哪一個 對比較容易像一道 哪一個 對比較容易像一道 哪一個容易像一道 哪一個容易像一道 有沒有人 可以從物理學園裡推論 對這件事 有沒有人 如果你沒有辦法從物理學園裡推論 這件事 那你要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應該是真還是假 看哲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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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麼 算的就變成一個清晰度 不能算的 OK回答 哇 這個桃圈講的太好 這個桃圈提醒我一點 在很多情況之下 你們會覺得 看哲民的意思 對不對 那 但是呢 在傳統的領域裡面 傳統的領域裡面 我們 尤其是你如果有阿嬤 然後阿嬤又很幸 很幸福對不對 那他去廟裡拜拜 然後你跟他算 竊虛 他靠虛的機率 然後他會覺得 你在屬於神明 對不對 那 他們不去質疑這一點 他們不去質疑這一點 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是神明的意志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會出現一些神棍 神棍啊 神棍啊 不然就是 他還是說 打雞啊之類的對不對 然後就說 喔 心靈叫你關節 對不對 然後你說關節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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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希望美麥的巧克力 這是 其實你說 中教的巧克力 巧克力很強 有點不強 很多中教的巧克力 巧克力很強 但是 佛教比較不強 對 你知道嗎 基督教的聖經裡面 就規定了 他們的先知十分 只必要過去給上帝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就看聖經 他寫聖經那個 基督教的 可以發東西給人家 靜知十分之一 要貢獻給上帝 這是可以停 每一個參加教會的人 應該大部分都有知道這件事 如果他覺得是沒清水 不是就完蛋了 他沒清水 他就覺得他因為 他就沒清水 你還能逼他接嗎 你都把累 對 那很多宗教是這樣子的 但是 各位有沒有想過 科學跟宗教的什麼不同 一個是精神上 一個是理論上 一個是精神上 一個是理論上 哪一個啊 一個是理論 一個是精神 一個是理論 怎麼講啊 你說的理論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一個就是現實 想辦法證 那些證行是怎麼發生的 一個是現實 一個是理想 一個是現實 一個是理想 一個是精神的 一個是事實 一個是誤實的 對不對 OK 那 各位先想像一下 如果有一個蛤蠻 是人性的神 那 那個情況就有點像 在工業肯定之前 幾百年之前 就是這樣子 大家相信 某些東西 是沒有客觀可憐的 我就是相信啊 那相信 某個宗教 就是相信 你不能夠說 呃 呃 就是 就是 因為某個事實 我才相信 他們很多不是這樣子 那現在問題來了 各位知道那個 秦始皇的實在想 是在做什麼事情 文書根本 文書根本 對 那秦始皇為了 償命 百歲 不是只百歲 他現在要萬歲 對不對 那他做的什麼事 所以科學嗎 對 念清楚 念了 對 但是中國不念經 對不對 因為中國會叫人家去念的 那個都太有錢了 不需要經 所以他是念大 因為他希望都念出來的單 鬧不死 結果吃了一堆這個東西 反而更早死 因為那個單都是有毒的 那 到底念出來的單 能不能讓你常去買稅 誰知道 詢問請說 他吃最多 對啊 他吃最多 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鬧啊 會神龍啊 不要鬧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那個 那個戀單式就一定告訴你說 這個吃了平常命買稅 然後 你一次效果 精神也會好一點 那這好像有問題 現在還會容易 對 那怎麼 怎麼睡 那可能裡面有類伏 對不對 吃了精神就會好了 所以在那個年代其實是有沒有辦法驗證 有沒有辦法扶正 但是科學的界限在哪裡 從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 我們發展出來的那個東西 你現在為什麼坐在這邊學機率無盡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而不是說 那個人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個人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個是主觀的 但是 當你告訴我說 你認為這樣是對的 那我會跟你講說請證明它是對的 那怎麼證明以寡規則的這個東西而言 那我們會認為說 好啊那我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我說它的秀規和康規的機率是 是0.6比0.4 那我們就來證明了 怎麼證明 就拿位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好 好 然後呢 那看 鎖規記一次 鎖規就記一次 靠規記一次 螺規記一次 那當然我們現在指頭一個的話 就只有正面反面 那指頭一個正面反面 那就正面反面 正面反面就這樣記 然後我投一萬隻 我投了一萬隻之後 我看 啊是不是正面差不多是六千尺 反面差不多是四千尺 那如果接近差不多 就是說它可能是正面五千九百九十八次 反面呢四千零二次 那會覺得 哦六比四 我覺得可信啦可信 那如果不是 不是反之是 他投出來的結果呢 是正面 正面四千尺 反面六千尺 你會相信他嗎 你會相信說 他說正面零點六 反面零點四的疑問是對的 正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 對 那如果你不相信 那你也會說 根據統計值這裡面有神明的意志 那我要怎麼統計說 他到底有沒有神明的意志呢 簡單嘛 就是我們一樣經過 在神明還沒有來之前 我們先投一萬隻 對不對 那看他的比例是多少 那現在神明來了 我們再投一萬隻 看他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們看看這兩組 樣本之間有沒有差別 如果有明顯的差別 那我們就認為神明真的有來 那如果沒有明顯的差別 我們就認為 神明沒有來 你呼嚕我 對 會不會是寶貝要 寶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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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機率統計可以告訴你 一萬是大概有多準 就是說他 你不準的機會落在 落在很遠的情況 會有多少 我們機率統計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叫檢定 我檢定你所說的東西 到底是很有可能 還是不太可能 這個檢定 所以我們後面會看到檢定 那前面我們要先去寶貝 所以我們前面會看到機率 那後面才看到說 你寶貝的結果 到底跟你的理論 能不能有檢定 然後再來檢定 OK 那差不多 從一個寶貝的例子裡面 我們已經把機率統計 整個看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 好 現在我們也沒問題 各位都知道原蹤率是3.14 159XXX對不對 假如你今天不知道原蹤率是多少 請問你怎麼算 原蹤率我不知道多少時候有給他一個名字叫Pi 那問題是Pi是多少 就是不知道啊 所以我想用Pi啊 對啊 所以你就用變數法 變數位置數來代表 我們常常用PiS來代表我不知道的東西 那我也可以用Pi代表不知道的東西啊 可是問題是 我們都看到原是這個樣子啊對不對 那我們也看到說 喔 一個原的面積還是固定啊 來 平衡 好 好 那我怎麼知道原蹤率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一個辦法是我去量嘛 我去把這個線斷音樂的量出來 然後 另外一個我解一條線 然後我去到一個圈圈 然後繞得很下 然後把它弄在字尺上面看 多少 那就是原蹤率 好 另外一個辦法是什麼 另外一個辦法是呢 那譬如說 我如果知道說 我們想算這一個圈的面積 這個圈的面積是多少呢 我一種用普及的方法 這個叫蒙地塔羅法 蒙地塔羅法 我去算圈面積怎麼說呢 我就是 取換數 譬如說這裡是從 啊 怎麼講 這裡是0 這裡是0 這裡是1 這是1 1 這裡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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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知道這一 我想知道這個圈的面積是多少 我可以不用算 我也可以不知道它是多少 它會對我為什麼不需要知道公式 那我們的做法是 直接產生一萬個點 隨機的產生一萬個點在這裡面 看看中間有多少點在圈的裡面 有多少點在圈的外面 圈的裡面的外面很容易看到 對不對 距離超過1的 或距離小1的 距離小1的只有在圈裡面 距離大於1的只有在圈的外面 OK 那我根據這樣判斷的結果 一萬次假設有三千一百多次 就認為如果圈的那個面積大概是三千多 一百多 它就0點 就是0.31多這樣 OK 我可以這樣子來 來 預測 那這個叫摩地桿的法 這個在電腦上面 到最後你會發現這個有一個工具 好嗎 theat居然是要來的 可以這樣嗎 我會這樣 是我們現在在裡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